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又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拍一片日常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個叫做 Audient ID4 這個是錄音介面 就是它用一條USB線接到電腦 你就可以直接接我們的XLR 錄音的Shotgun Mic 或者是任何的麥克風都行 今天我的攝影機已經架好了 這台是我們的BMPTC 4K 那它已經更新到7.3版本 真的多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我覺得就只有Blackmagic可以做到這些東西 因為它是私人公司 像是Canon啊 Nikon Sony啊 那肯定不會在一台相機推出之後 然後做非常瘋狂的更新 像是什麼多了錄影的一些功能啊 或是多了任何的功能 完全不會 就只有Blackmagic辦得到 我真的超喜歡這些公司 超猛 OK那我們把麥克風攝影機都架起來 那鏡位差不多就長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想辦法打燈 那我的想法是一盞燈飛過去 然後用CR-OS 就是我新買的反光系統 這個CR-OS 然後用反射的方式打我的人跟打後面的電腦部分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是要在我桌上來開箱的 OK 那我們的燈光架好 那我們反射完 打起來像這樣子 那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主光 它這樣子照過來的話 會有點Spill Light 那個是什麼 射到我臉上 就光線會直接照到我的臉 那我的Barn Door 其實對它的遮光效果其實也沒有到很好 所以我在想辦法說 如果把這一盞燈直接把它放到我們的 整天立地架的下面 直接往上照 這樣子理論上就不會有 左邊又有多一個光源出現 試試看吧 OK 那我們燈光就架好了 我們就這樣子直接往上照 照到兩片CR-OS 一片是比較硬的二號 我們是照到後面的電腦部分 那另外一片是三號 比較柔和 是照到我臉側邊的部分 有點側邊後面的部分 因為我是這樣子面對鏡頭 所以是側邊後面的部分 那我眼睛想要加一點眼神光 讓它有點水汪汪亮晶晶的感覺 在攝影機上面加了一個MC Aputure MC 那裡都有一個南光燈管 就我想說如果一個太陽 就是我現在打的 有點像是太陽照進來的感覺 那太陽理論上會照射到整個環境當中 然後再反射到人的上面 所以我想說 這裡應該再多一點 好像有東西反射的感覺 所以我把南光燈管放橫的 這是一個柔光的概念 然後來照過來 就不會有感覺有 好多光源的感覺 我們現在光源都單獨成 這邊過來 非常棒 OK 那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開始 拍攝我們的開箱影片了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翻面 然後來更深入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產品的特色啊 跟一些我的心得之類 優缺點之類 那我們就瞧一下燈光 然後我們把攝影機的機位 把它放到差不多這樣 就是拍得到桌子 然後我拿起我的這個錄音介面 也可以讓大家看到 然後就是可以編紙說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家會比較清楚 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先來動燈光吧 OK 那我們的機位就架好了 那一樣上面放一個小MC 然後用南光燈棒 讓你有點製造 房子裡面反光的效果 好啦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拍影片囉 OK 那我們就拍完我們的影片了 那我就會把最終的影片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 那之後我們今天的拍片日常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當然會把影片放在下方連結 影片放在下方連結 請大家去看一下 我的名字是KaiYuWon 然後我會看到大家下方連結 拜拜